川普又口出狂言 周六发文预告 说自己下周二要被捕 号召支持者上街为他抗议 I'm back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相隔两年多后 18号在脸书上宣布他强势回归 还PO出2016年当选总统的影片 影片结尾还附上2024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标题 展现角逐下届总统大卫的决心 除了脸书 他的YouTube频道也回来了 才刚高呼我回来了没多久 川普再次口出狂言 在自己创立的社群平台Truth Social上 预告他将在下周二21号被捕 不过没有说明原因 根据多家外媒报道 川普要被逮捕最大可能的原因 就是他过去涉嫌支付成人电影女星风暴女丹尼尔斯风口费遭到起诉 然而川普还有两件官司缠身 除了2021年的国会报道案 还有总统任期藏匿机密文件门 只是可能被逮捕的消息 一传到前众议院长裴洛西尔里 他马上就在推特上欢呼称庆 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则认为 如果川普真的被抓2024总统大选 川普就会拿下压倒性胜利 最新民调川普只领先最大对手迪尚特1% 然而距离大选还有一年八个月 川普如果被逮捕 是否有办法左右选情 有待观察 TBBS新闻综合报道 乌克兰土耳其跟联合国官员 分别宣布黑海谷物出口协议延长 有什么影响 信仪说明 二五战战爆发之后 粮食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我们知道从去年7月开始 乌克兰跟俄罗斯好不容易签署了 这个黑海的谷物出口协议 也就是说保障百贯度的粮食 可以从乌克兰的港口出口 也让开发中国家的粮食问题 暂时不用担心 这个协议其实到今年的3月18号就到期了 乌克兰这边其实是希望这个协议 可以再延长120天左右 不过现在俄罗斯是表示说 没错这个协议是可以续签的 但是续签的期限只有60日 这个60天到了 俄罗斯表示说 接下来是要看西方对他们的制裁 有没有很严重 如果没有的话才会再考虑 会不会继续签下去 不过乌克兰这边 最后这个基础设施部长是表示说 最后他们还是达成了120天的共识 最主要也是特别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还有土耳其总统艾尔段的斡旋 所以最后他们目前还是会达成120天 延长120天 只不过这个协议还会再延长多久 目前就没有公布 习近平明天将前往俄罗斯跟普京会谈 国际认为这是中国将否军援俄罗斯的关键 当刚刚展开第三个任期的习近平 要飞往莫斯科会见 遭到国际刑事法庭下达逮捕令的普京 国际舆论最关切的 还是两人会怎么面对他们去年初 在北京见完面之后 普京一回家就动手的俄乌战争 大陆方面自称中立 还提出乌克兰和平方案 但在西方看来 中国的说法就是要认证俄罗斯的胜利 专家认为 面对俄罗斯对中国武器的阴影期盼 习近平势必陷入两难 相较于西方的忧虑 中俄双方则是强调经济合作 中俄经贸关系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促进中俄经贸合作 这个应该是一个重点内容 而且应该是有成果的 一个想办法促成俄乌停火 一个巩固中俄关系 尤其是经贸关系 再有一个可能是协调对美立场 俄罗斯方面表示 普希两人将会签署两份文件 一份是关于两国关系进入新时代的宣言 另一份则是中俄未来七年的经济合作计划 TV熊恩 张志明 庄志伟 综合报导 去年9月国际关注的北溪管线爆炸 至今真相不明 有资深记者跳出来就是美国做的 好 再来要看到 是去年9月 这个北溪天然的管线发生爆炸 不过到底是谁炸了 这个北溪天然气管线 至今真相还是不明 凶手也没有找到 可是现在美国的资深记者 普利兹奖得主赫西亚 他就出来讲话了 他说其实他在今年2月的时候 讲说幕后的黑手是美国政府 而且是由挪威动手的 不过他这番言论是让白宫严正的否认 同时美国最近纽识CNN 也都分别寄出报道 他们说应该是由身份不详的 乌克兰六人小队 才是动手炸了北溪天然气管线的凶手 而且是跟基辅政府无关 只是这番就可以看出 两方的言论是有一点矛盾的落差的 可是现在奥地利媒体采访贺希的时候 贺希就表示说 其实他手上是掌握更多关于北溪的讯息 但是他不能分享 因为他必须保护这个消息来源 现在当然也有欧洲专家就进一步分析说 你如果想要爆破海底管线 其实光靠个人或是光靠这个小组织 是有难度的 如果没有政府支援的话 是不太可能会完成 不过究竟到底天然气管线是谁爆破的呢 目前双方还是一个罗生门的状态 俄国禁止西方国家飞越他们空域 现在传出美国运输部要大陆航空飞往美国 也不能通过俄国 好 再来我们看到这个俄乌之间的冲突 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延伸到天空 这个航空领域呢 其实在俄乌战开战之后呢 包括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欧洲等过 他们就禁止在俄罗斯注册的航机 进入这些国家的领空 那当然俄罗斯总统普钦 他也立刻反击 普钦就说 那他也同样禁止这些相关国家 飞越俄罗斯的空域 那这项规定出来之后 其实美国的航空公司很多间 他们都被迫要绕道 那绕道呢 就会花上更多的时间 还有花上更多的燃料 也必须有这个多达十多条航线 都要停开 那主要当然都是亚洲的航线 像是孟买 首尔 东京等等 所以现在呢 就有知情人士讲说 所以美国运输部 现在就决定定下一个新的命令 说那接下来呢 是这个大陆航空公司 如果要飞越美国的话 也不得飞越这个俄罗斯的领空 那这个规定 白宫是决定在这个 这个星期就会进行审议 但现在呢 美国的航空协会发言人 他们就认为出来 跳出来施压 认为说呢 应该要公平 所以就是所有飞越 俄罗斯领空的这个外国航班 都不可以在美国的机场 进行起降以及过境 那只是啊 这个问题一出啊 这当然现在就有一些 国安官员出来讲话了 就是说如果你限制这个盟邦 恐怕会面临一些外交后果 尤其是让这个美中关系 本来就已经很紧张了 但现在看起来呢 恐怕是会更雪上加霜 好 那关心完今天的国际消息呢 如果您是对于这个娱乐话题 有兴趣的 TVBS娱乐头条 扫描QR Code加入LINE好友 TVBS的娱乐头条 会带您掌握娱乐的大小事 我过日的大容 是家长副鞋刀那边 这意外的很搭 他PP浮起来很了解 什么日线食都是做唇肉 咪咪或咪咪来都可以直接吃 带大家回到1930这个迷代